这不是一般的民宿或者宾馆 而是专门服务单车族的 这里看起来很不一样 隔间装潢强调是绿建筑路线 这外形看起来像农夫的他就是老板 他以前是当导游的 跑过不十几个国家 英国法国德国那些很先进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乡村还是乡村 那我们的台湾乡村到处是铁皮屋 就这样他租了两千坪的农地 花了两三百万打造他台湾农村旅游的梦想 不管是蔬菜或是香草的话 你都可以自由待去 这个在欧洲人叫庆 就是什么香草之王 在台湾乡中 好 高见他 在修根的农地上这位导游农民他用不服输的精神 加上创新的理念打造自己的一片天 你是新闻 郑永文 嘉义线报道